就是那个面里面的那个眼镜跟这个雨伞的动画 那首先我们就开启 把那个0205这一张 0205这一张把它开起来 那这个动画就是要左右交换而已 然后互换的时间为1.5秒 它有秒数 互换的闪动效果 我们先来看一下给我们的一个结果档 就这个 这地方的话只是没有范例而已 1.5秒交换 就是像这样的交换的方式 那交换的方式就是 所以这边有两张图 那我们有第一张可是没有第二张 那第二张怎么产生 特别注意先用那个标准选举工具 把眼镜先选取来 这里眼镜 那特别注意这个地方不要有楼边 不然看起来会蛮怪的 然后选取 把这个雨伞选取来 移过来 这边换眼镜 选取 选起来 移过来 交换 把它盖住就对了 这个地方把它盖住 那这一张比较小张怎么办呢 没关系 把它怎么做做个动作 就是 用所谓的变形工具 按下去之后把它变形 那特别注意哦 变形的时候呢 它会有一点点放大 没有 所以你这地方可以把这个锁打开 维持宽高笔 打开取消 这样就可以往右边拉 往左边拉过来 好像还是有点点盖 盖住 那这样就完了吗 没有 因为它还要翻转 所以这里的话 你还必须利用变形工具里面 一个叫做水平翻转的 这边有个叫水平翻转 水平翻转 应该是这个按钮 不是 是这一个 水平翻转的功能 在这里 这个啦 这个按钮 这个才是水平翻转 那这个也是水平翻转 好了 以后把它另存新档 那叫做0206好了 按一个确定 那这样子就会有两张图 那两张图就要做动画 很简单嘛 首先你要知道尺寸 50967 50967 所以这边再开一个新的 影像的时候就是 509 或者你刚开始也没关系 你可以先开一个 随便大小的 然后再把它怎么样 做那个底框大小的调整也可以 509多少 67 按确定就好了 接下来的话 把刚刚那两张 用同样的码 插入新增影像 找到那个Web02的那个位置 就是Images 02,05,02,06这两张 记得要插成新的画格 那一样的方式把第一张 怎么样删掉 那1.5秒有没有 就是选取 按右键画格内容 多少 1.5 1.5 嘛 1.5 就1.5秒 好这样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结果 不行 这一张好像有没有 这一张太大了 会盖到 所以这里它再把它调小一点 好像这样就可以 再一次 另存 再储存就好了 那所以这个地方就会把 我把这两张 把第一张画格删掉好了 重新再揉 再插入一次就可以了 02,06这一张 插成新的画格 这样就没有问题 预览一下 那它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也没有讲说 要什么名称 所以我们这地方的话 就是直接把它 也是一样 另存 一定要是GIF 这一张叫什么 02,07好了 反正叫不一样的名称 就可以了 那就完成这个部分 好 好